哈囉大家好 我是許靜純虛度 今天要來記錄我來公司一天logv 來記錄一下我一整天都在幹嘛 我們公司就是長這樣 那裡有一個毛怪 可以看一下 超可愛的 看到一個東西 好像是森林之王2的附屬耶 附屬 你們知道附屬是什麼嗎 就嚇到他會很害怕 會那個的 他抓在哪裡 先不要 說了先不要 你們有看森林之王2嗎 聽說他唱一首歌 很好聽的歌 而且他唱得比原唱好聽100倍 有沒有那麼厲害 唱哪一首歌你們知道嗎 睡吧 我去問問看可不可以跟他合唱一首好不好 你們會想聽嗎 嗯 那你想聽 好我們問問看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你好 你好 那個我叫許靜純 你好 你是那個森林之王2的那個附屬嗎 你叫做羅文彥 你好你好 初次見面 其實我們之前有見過面 有吧 沒有 很剛好我在公司看到你耶 對啊有網友 就給我看你的影片厲害讚讚讚 我朋友說我們可不可以合唱一首 好 就這樣答應了 那你待會有事嗎 我剛好帶吉他在那裡 那我們一起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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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沒有想到來公司可以遇到附屬本人耶 剛好我們公司有這個打燈的 讓我們拍起來漂漂亮亮的 而且剛好我吉他就放在這邊 我們可以錄一個那個cover 不錯吧 啊對你在節目上唱睡吧睡吧這首歌啊 我滿好奇你怎麼會選這首歌呢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我有看森林之王 然後我就覺得 滿好聽的 真的喔 你知道這首歌 有一個魔咒嗎 什麼魔咒 我那個時候不是因為唱這首歌被淘汰嗎 就是那個狀態太悲傷了 然後就不好 就被淘汰了 然後我之後有朋友比賽拿這首歌 也被淘汰了 對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你唱這首歌 然後很好聽很好聽很好聽 很讚很讚很讚 對啊你聲音是那種很乾淨很清澈的聲音 非常好的聲音 那參加森林之王二啊 你有覺得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之類的嗎 第一次上節目就覺得滿開心的 就第一次被那麼多人看就 對 又害怕可是又很開心 平常平常想唱歌或者是去KTV 大家說你會唱歌你唱你唱你唱 然後只有真的在唱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愛吃自己的聊自己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這樣的節目啊 讓我們這些喜歡唱歌的人可以 專心唱大家都很專心在聽 而且你 全超多粉的欸 因為你很多片段超級好笑的 就海選片段我印象非常深刻 你就是知道自己通過的時候緊張到快昏倒了 那個時候很好很可愛很可愛 然後你上節目你第一集上節目的時候 老蕭老師好像問你說那你這麼緊張以後 在很多人的演唱會怎麼辦 然後你那時候回什麼 我就說慢慢習慣囉 對你這個個性圈了很多粉我也被你圈到 超可愛的 對啊 然後就繼續加油 然後我們來唱這首睡吧睡吧 一個freestyle 你扭扭脖子 扭扭脖子 拉拉筋 謝謝 作曲 李宗盛 窗外的流星 划過了孤寂 雷跌著情緒像自我逃避 中邊的訊息 是最後回憶 我在rewall裡淚碎驚蝕 曾經是那麼美好甜蜜 享受兩人笑笑世界裡 答應彼此俱下的約定 如今都去了哪裡 睡吧睡吧 就讓它破碎吧 趁著傷口還沒有那麼大 睡吧睡吧 就讓它存睡吧 醒來之後就不要再牽掛 扭眼 這麼美好甜蜜 享受 两人小小世界里 答应 彼此许下的原因 如今 都去了哪里 碎吧 碎吧 就让它破碎吧 趁着伤口还没有那么大 睡吧 睡吧 就让它沉睡吧 醒来之后就不要再牵挂 碎吧 碎吧 就让它破碎吧 趁着伤口还没有那么大 睡吧 睡吧 就让它沉睡吧 醒来之后就不要再牵挂 最后呢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宣传的 啊 就是你的IG 那大家可以追蹤他的IG 嘿 好 就可以按一個追蹤 對 那我的IG 我是要跟他一起唱嗎 可以啊 很簡單 那你有空也多拍一些唱歌影片 因為你唱歌真的很好聽 讚 那我今天的VLOG 欸 怎麼變成COVER歌曲影片啊 但是真是太棒了 我今天來公司真是很充實的一天 那我們要來按讚 訂閱 開小鈴鐺 還有追蹤他的IG 掰掰 醒來之後就不要再牽掛 好 先關起來 好 我要關囉 好 好 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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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次見囉 誰要一起唱 我們要一起講什麼 那幫我按讚 訂閱 開小鈴鐺好不好 要不要 我要一起成這樣 對對對 站好像是在這 站好像是在 站在這邊 那時候拉票也來不及 對不對 對啊 沒關係啊 嗯 我覺得 我就其實還蠻 就 我執著 蠻執著 因為至少 我蠻開心 就跟你唱 然後我就跟你唱 我不在那聲音之外 我也沒關係 唉唷 好感動 現在有錄起來嗎 現在錄到了 這就不一樣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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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